连线到它把里面的资料从GET回来 但是GET回来是一个HTML档 里面很多标签 所以你要做很多动作其实是在解析里面的资料 然后找到你要的资料把它切出来 所以里面就是要处理那个切的动作 也是一样啦 你那个刚刚那个TestFile也是一样 你们回去可以想想看 你放一个东西 看能不能把它放到那个SQLite Database里面 像这边也是一样 那我最后做出来类似像这样 这个明天我们会再来解说 就是说线上的资料 最后的话各位可以看到比如说我今天 类似做一个Spinner Spinner下拉之后的话比如说我今天要查什么 美金好了美金是买入是29.69 然后卖出30.232 那如果选美金之后 然后呢按一个汇率 这个时候呢我会去把资料有没有切过来有没有看到 又一模一样的 那你其他部分也都可以啦 有没有 这个其实是从这边抓过来的 抓到这边 当然不一定要放在那个 那个Alern Dialog里面 你可以放在 比如说一个ListView里面也OK啦 只是说我们只是把它秀在Alern Dialog里面 这个部分该怎么做 我想 预告一下 这个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 剩下没有很多时间 那今天呢 我把今天的部分总结一下 今天 主要 我们是 针对那个SQLite部分的做一个比较完整的 说明 然后 应用部分的话 请各位也试试看啦 比如说乘语部分 那你不一定要乘语啦 你自己去找一个Database 是你有兴趣的 你把它做一个查询系统出来 另外的话呢 Test来源的部分呢 我们是放在那个Stream里面 你看看可不可以从 那个TestFile里面也可以 增加资料 那明天的话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就是说 资料如果是来自于什么 网路上面 其实这个还蛮好用的 因为很多什么 证交所啦 股市相关资料 你通通如果可以这样的话 其实都可以从网路上自己抓下来 那个App本身呢 就可以自己显示出 很多股迷想要看的东西 那这个价值其实就很高了 为什么 因为很多人 如果每 为什么他每天都要背一个很重的notebook 主要原因是因为 他没有对应的一个 一个App 那如果说将来 你这个App帮他做好的话 他以后就带 平板 或者甚至 手机上就可以看到他想看到东西 那他就可以不需要背那么重的东西 对他们来说应该是很有诱因的 如果说这个部分呢 需要 付一点点小费用 我想他们应该是愿意的 OK 这里的话呢 这个明天再来看好了 好